哈囉我是Ginny 前陣子啊我的膚況非常的差 因為我不斷的在熬夜失眠熬夜失眠 一直在循環 大家應該都知道熬夜是非常傷乾的 但其實呢傷的不只有乾 膚況也會變得非常的糟糕 那為什麼我會熬夜又失眠呢? 其實啊我覺得晚上真的很可以專心工作耶 我不確定大家是不是也跟我一樣 覺得到晚上啊很容易專注 然後就停不下來就很想一次把它做完 一不小心天就亮了 好那就算我想說今天不要熬夜好了 要早早入睡 那我躺在床上我就會翻來翻去睡不著 我前陣子真的是這樣子的狀況 最後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就跑去看中醫 然後我覺得把脈真的好神奇喔 那時候他一把我的脈 因為我什麼都沒講嘛 他先把我的脈 他就說你總是想太多的 根本就睡不好 差點懷疑醫生有在研究星座 熬夜失眠一直重複的下場就是 我的膚況非常的糟糕 然後粉刺一直冒出來 顆粒感很重 除了黑眼圈很明顯之外啊 我的臉整個是暗沉的 真的是連朋友都會問我說 你怎麼了? 你整個人很憔悴 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真的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除了傷肝之外 皮膚也是很明顯的直接反應我的狀況 我逼自己一定要在晚上12點之前呢 就躺在床上 然後發呆也好 但是不能滑手機也不可以用電腦 就是發呆醞釀睡意 再來針對我的暗沉狀況啊 我一定也要改變保養的方式 上個月我有在IG限時動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分享了這一罐 碧兒泉的奇蹟活源精透露 你可以簡稱它為精透奇蹟水 那它是碧兒泉在今年全新上市的產品 但之前很紅的修護奇蹟水啊 都有一樣的專利成分 是奇蹟活源因子 它裡面添加了精透亮酷因子 它是一個可以調理與修護角質層的成分 所以這一罐它除了可以幫我們做到肌底的修護之外 還可以做到腳質層的修護 可以讓我們的肌膚是透亮跟細緻的 我拿到這一罐合作是用正好是我熬夜失眠 最嚴重的那一段日子 那我就想說 既然它主打就是8天可以讓你的素顏精透亮 那我乾脆呢 就來把我的使用狀況跟膚況記錄下來給你們看 接下來要出現的畫面呢 就是我那8天的使用狀況啦 真的是還蠻慘的 我希望大家不要嚇到 為何有那麼有狀態呢 物質層是一切的 小前衛 你把它放在一起 可是每個集團的的衣服 那一切都不理會 那一切都不理會 所以我的手 你還將那一切都不理會 以往前衛 這間衛星 好,那前面就是我这八天的肤况记录啦 但我觉得八天真的太短暂了 没有办法感觉到肌肤的改变 毕竟我们皮肤生长是28天,我一个周期嘛 那我自己呢,是觉得至少用了三周才慢慢开始有感觉 就是我的光泽度还有肌肤的明亮度是均匀的 虽然我的粉刺并没有全部消失 但是我额头的颗粒感啊,是有明显减少的 一摸就有感觉,就是肌肤变得比较平滑,然后也比较细致 那这一罐金豆奇奇水啊,它是属于前岛型的精华露 可以浸干一下它的质地 甚至觉得它比很多化妆水都还要来得清爽 完全不黏腻,而且可以很快的吸收 那这一罐的味道啊 我觉得它很接近男生用的淡香水 也不能说它是香,是一种清爽的味道 我的步骤是洗完脸之后就可以擦它啦 但是你使用之前一定要用力的摇匀 因为它里面才不会有那个沉积物 很多的泡泡,这样是正常的 我给大家近看一个,打光比较明显 有没有看到很多bling bling的泡泡 我觉得它这个设计的很漂亮 很像那种阳光洒在海洋的海面上 那你不必用化妆棉直接用手清拍到脸上 大概4滴就可以擦全脸了 但是第一周呢我想要加强 所以晚上我都会用6滴左右 然后我都是加强在T字部位下巴 我会用手将脸包覆住 然后按压 用手的温度加强渗透 让奇迹水可以吃进皮肤里面 你不管用什么保养品啊 你用手慢慢清压 你真的会觉得心情是放松舒服的 那这罐我觉得不适合师傅 因为含有酸类的产品 敷起来会觉得刺刺的 再来因为肌肤不稳定的关系啊 我还搭配了他们家的乖乖乳 给大家近看一下 它上面啊,瓶身直接写着这一串 它还是一样有他们的专利成分哦 奇迹活源因子 然后第二串英文呢 可以看到它直接写着敏感性肌肤的乳液 我只能说我真的太慢遇见它了 它真的很让我惊艳 这一罐呢我相信我会爱它爱很久 它非常适合对付眉 所以保暗沉啊,干燥啊,泛红 各种有压力的肌肤 很适合擦它 因为我自己就是 这罐在保养品间应该算是容量很大的了 那我自己用它是一次按压两下 所以可以用蛮久的 那它的质地啊,非常的轻盈 非常的好推开 而且吸收速度很快 那我是起积水搭配乖乳乳一起使用的 我不确定如果把它们分开单擦的话 会不会有落差 但是呢,我一起使用的话 肌肤的稳定度啊是变好的 像我刚才说的肌肤的平滑感啊 还有我原本整张脸是暗的 然后有被提亮起来 还有就是肌肤的弹性 你一摸其实就有感觉 当然这跟我生活作息的改变也有关系咯 像我前面说的 我逼自己不可以再熬夜了 要早早睡觉 还有就是一天至少要喝1500cc的水 因为喝水是我的罩门 我真的很不喜欢白开水 但是最近我非常的逼迫自己要喝 还有就是每天都要吃 维他命C含量高的水果 那养出好的肤矿啊 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 那以上就是要分享给你们 我熬夜之后的八天肤矿记录 以及奇迹水的使用心得 那不管是保养品还是彩妆品 我建议大家都可以靠柜去试用 真的适合自己再买就好了 那大家可以点开资讯栏 下面有个连结 你可以去兑换来使用看看 最后的最后就要来抽奖啦 非常感谢碧儿全愿意提供礼物 然后我们要送出的 就是今天所说的奇迹水罐 是全新的不是我用过的 那要如何获得呢 首先先帮这支影片按下喜欢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最后呢再到留言区 留下你最近的皮肤烦恼 就有机会获得啦 我会随机抽出一问 直接回复你得奖了 好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啰 别忘了去追踪我们的FB和IG 下次见 拜拜